讲实话你让我上主席我还未必能说打他六连 他自己后面打荒来 不是你开玩笑 最后一场我是银腾 开玩笑他我打不过他 太厉害了个屁 和老二打细别 细别别打得有点无奈 而且关键是和老二打细别的话 都是用一些非主流的组力 日本队什么龙二 什么特瑞 刚开始的话和老二还是打不过这个细别的 可以看到曾经比分是一度打到5比1 慢慢的习惯了这个细别的时候 细别又不好搞了 这一波大跳太明显了 直接反偷你下盘了 又想要跳过去压 又被偷下盘 轻角好 跳波很精准 抢12的比赛 后面还直接把这个细别给六连了 让细别 只能自嘲 只能苦笑 好这一波直接冲过来 洗波头 打一个跳地逆向洗头 AB走 打正向洗头 大猪起身好像也是抓了 但是慢了 这波闪开 他不敢刚吸低 如果刚吸低的话 又会被洗头 又来洗头了 好跳起洗头 招不招人 招人的话我也想去 生意这么好 理发店 生意确实不错 他只前面有几个队伍都打不过 他这次呢 就干脆上了这个日本队了 日本队还是不错的 好刚 跳CD这一波 没有接一个必杀 逆上也没有接上一个下低 好抱歉 这个牵赫 牵制很强啊 但是居然被打的一直在后撤啊 圣龙不中 下笔点中啊 直接超杀雷光拳 好点赞接着看啊 又是红丸 这把戏别知道不好打啊 用这个仙人来搞一搞 好推倒来 戏别毕竟也是最强的键盘侠 你这波玩独子了 这个憋独子还敢这么浪 哎还来 这个三段触的话 他是有无敌时间的 但是没用啊 你只能打人家前冲的时候 才能打中啊 人家如果说 打一个相杀的话 也是没事的 好一个精准的预判圣龙 这把在赌啊 赌中了 砸的时候 真身跑过来了 好慌咬 慌咬打钢 继续飞踢 除了除好 砸过来 重拳 吐咬 晕了哈 然后后撤 耍一帅啊 必须的耍帅啊 好了 这个脑子啊 不受常人的这个控制啊 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打法 看看戏别怎么说 怎么打 哎呀 弹点缺乏 牛皮 老是想抢空 没什么办法 切入啊 不应该啊 好 下一回倒 哎呀 这一波战比想带抓 居然被一个重拳给抢到了 抢得如此的精准 不好搞不好搞 剩下一个大猪 戏别的这个大猪级别 要打和老二的这种草居啊 不好搞 因为你很容易就被他切入 而且你的笨重 这个特点呢会非常的突出啊 大猪如果说能够牵制住这个草居的话 要靠精准的预判了 而且不被近身不被打左右则 像啥 还是有点慌张 好下盘中木鸭 独了图 哎 跳A 跳A说的快了 你没有指定头的话 这个跳A感觉没什么用啊 很黄竹弹起来 很Q弹 他想干什么 他想干什么 砸死你 给和老二补补铁 看看他们能不能直接终结 伸脚门 好 刚到来 头很铁啊 继续补铁 哎呀 康特 玩得子 好 玩得小小 不会走掉